然后我就问我婆婆说 妈妈 那你想这一胎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我婆婆就 就很直接跟我说想要男生 因为我这一胎是 如果是男生的话 对我公婆来讲是金孙 可以继承一部分 对 长生很重要 我想说原来这么重要 到三个月之后 我终于知道是男生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 然后紧接着我就问出了 我心里的就是那个欲望 说有没有什么传家宝 可以给我了 怀的是狄长子的狄长子 狄长子 你心是任何事你都直讲 当然 什么事不能直讲 你不要把对方都想成玻璃娃娃 对 他们的人生没有那么脆弱的 可是你如果就是真的直话直说 然后对方真的有吓到 我觉得我可能刚结婚的时候 我公婆有点吓到 就是这个很 对 很危险的 因为刚结婚的时候 就是人情事故没有拿捏得那么好 然后对公婆 因为很年轻嘛 所以对公婆的态度也抓不好 就不知道有些话是在娘家 是可以直接讲出来 但是该公婆家不行 对 而且我公公婆婆 就属于一种很客气的人 那我结婚的时候 我老公已经年纪蛮大的了 我婆婆其实算比较着急 我老公的 因为她两个弟都结婚生小孩了 可我老公一出还没有婚 一出 对 然后我婆都急到去庙里 拜一拜求姻缘 终于给我这个姻缘求回来了 对不对 求回家之后 我婆就着急要生小孩 然后就给我明示暗示 说早天生个孩子 那我也是 重望所归 马上 马上 对 马上就怀孕了 然后怀孕之后 然后我就问我婆婆说 妈妈 那你想这一台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我婆婆就就很直接跟我说 想要男生 我想说 因为我婆婆已经 不要那么爱 因为我自己比较想要女生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因为我这一台是 如果是男生的话 对我公婆来讲是金孙 长孙 她说长孙以前在台湾是有 就是跟儿子是一样 可以继承一部分里的产 对 长孙很重要 我想说原来这么重要 到三个月之后 我终于知道是男生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 我马上回我婆婆家报喜了 我说爸爸妈妈 这个是男生 然后紧接着我就问出了 我心里的就是那个欲望 我说 有没有什么传家宝 可以给我了 你直接问 传家宝 传家宝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能 直接讲出来的 我想说 我怀的是 女长子的 女长子 女长子 对 对 这是大碗 对 我说我这个 这个传家宝 难道不应该属于我吗 看她是一个龙的玉佩 说 那就是给你 传在你那儿 而且 而且我完全打到了 你们的要求跟期盼 你们高兴了 那是不是要拿出来东西 让我高兴高兴 对不对 看 对 结果 尴尬 重过脸绿的吧 对 脸绿了 就很明显的 就是 我想说 每一个传家宝 应该有个什么武功秘笈什么的 是不是要给我 我要至少想起来 因为说 那么期盼一个就是 金孙 长孙 你没有点什么东西 给她继承吗 没有 那她有表现出很开心吗 说是男生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第二句话紧接着 传家宝就出来了 就 傻眼 还听到一般的搜紋是不是 然后我公公去 婆婆就支支吾的 说哪有没有什么传家宝 就这样 就马上气氛就荡下来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被我公 就被我婆婆诟病了很多年 应该所有新朋友都知道 我就是 要拿传家宝 对 好像非常财迷 就是急不可耐地 想要她们家的什么宝贝 什么都聊 什么都不奇怪 这句话好老派 快来订阅小姐布希地 记得分享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是我要讲 开启小铃铛